HELLO 大家好,我是力奇 现在我身处在韩国首尔,已经完成了14日隔离了 趁这段时间,我想拍一段影片和大家分享一下 现在疫情之下,要如何才能进入韩国,以及要注意的事项 现在一定要持有效的签证才能进入韩国 例如留学签证,工作签证,或工作级约签证 而且现在的签证和以往有点不同 因为以往你办签证,逢星期一至五上午都可以去办 下午就可以拿签证,但是疫情的关系 所以持有特区护照的人,只是逢星期二和星期四才能办签证 拿签证的话,都是下午的时间 而且拿签证的话,以前你七至十天左右就可以拿到签证 但是疫情关系呢,所以我当时搞到差不多等了一个月的时间 他是说不到给你说什么时候可以拿的 他说如果有得拿,他就会发送个SMS 你就可以来拿 而且你不能发送电邮去问他 因为他说明如果你发送电邮来的话 只会下跌了他们搞签证的时间 令到你的签证会更加延迟 所以大家会有更多时间去搞签证 我就在10月中的时候去搞签证 10月中的时候他需要我提供一份医生写的健康证明 要证明没有那六项的病征就可以了 这个很简单 只要你去附近家的楼下诊所 或者去连锁的诊所就可以了 好像要48小时内 如果你过了48小时的话 就可能要再做一次测试了 所以大家真的要预多些时间和准确一点 因为他现在只是逢星期二和四才可以去弄签证 如果弄签证的话 基本上的资料他都会在他的网站里讲清楚 但是我自己就建议大家 打电话去领事馆问 就会比较清晰一点 因为我自己刨了很多文 所以我自己自问 我都准备得很充足 所以我去到的话 基本上十分钟后 我已经完成了所有东西 然后就等通知去拿签证 如果大家是搞留学签证的话 他们学校会称第一份件给你的 大概三至五天 但因为现在疫情关系 可能会有机会延迟 里面有什么呢 例如你读的课程 学校的商业资料 以及交学费证明 其实我觉得我强烈建议大家 送电邮和学校 说你想要PDF 到时你自己写出来 那些证明 就连同其他资料 一起去领事馆搞签证 我就觉得会省很多时间 因为你再等到速递 再迟到的话 就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 之后就到你入境韩国 那入境韩国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一个打通的电话 那我自己就没有特意去买电话卡 还是怎么去做的 因为我自己就 跟我自己的电信公司说 就是想开通漫游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方法 我就觉得最方便和最简单 你没有特定的地址的话 就可能要付钱 住他们指定的酒店去隔离14天 我觉得大家如果想省钱的话 又或者第一次来韩国 你可能未接触到地产 或者你未找到房子的话 我就觉得大家可以去找一些 可以隔离的隔离隔离 我觉得便宜一点 因为现在他们都一来 就没有游客进来韩国 所以他们的生意都应该很差 他们很多地方 隔离隔离 就是可以被隔离 大家可以上网去找一些资料 我自己就是有租屋的 所以我就可以在自己的家旁边 在我来韩国之前 其实我也刨了很多文 那些人说 进来韩国 可能要预充两个小时 去搞这些东西 之后又说 他会即场打电话 给你试试你怎么打不打通 之后又会查一下你住哪里 或者会打电话给你的房东等等 很幸好我自己没有经历过以上的事情 他没有打电话给我 也没有打电话给我的房东 也没有说要搞两个小时 因为我自己计算过 大概45分钟至1个小时 已经可以拿行李出去 其实我自己觉得 韩国他们那方面都做得很好 因为人手也很足 而且我那天不是没有人的 但是整个流程都很畅通 之后 你到步之后 他就会帮你消毒 或者帮你量下体温 之后就会叫你下载一个APP 那APP就要输入你的电话号码 和你旁边的地址 然后他就即时定位 那 出到去之后 你拿行李出到去之后 他就会问你 你是如何回到你住的地方 通常那些人都是坐的士的 又或者坐巴士 但是坐巴士的话 他停止了很多条线 所以未必有巴士去到你想去的地方 所以很多人都会乘搭的士 而我呢 就是朋友来接我的 那他就 也是没什么特别 之后呢 你回到他之后 他就会在当日 或者第二天 保健所 就会打电话给你的 就会要你在三天内 去家附近的保健所 做这个 心口测试 那 我自己就觉得 整个 就是做那个过程里面 都没有我想象中那么恐怖 而且他都挺熟手 和很快的手 我基本上是 你去到保健所 你填了你自己所有的资料之后 你就等 可能五分钟左右 那你就去一个室 去一个测试室里面 那你就会 它是有个萤幕 就是有些胶 是block住了你 和一个人 就是帮你查个人 那 你没有选择做哪一样 因为你两样 你都要做的 就是你胸口和鼻肝 你都要做的 那其实呢 你看到他那个 棒呢 其实都挺长 都有这么长 其实是有点害怕的 但是他们就真的很快 叫你抹大口 其实几秒钟 他就做完那个胸口 然后 鼻又是几秒钟 已经做完了 因为我上网 有很多人都说 会痛几天 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一直都很担心 和很紧张 那我自己做完之后呢 就 没有痛 又没有特别不舒服的感觉 是鼻子 可能有几个小时 会有打黑痴的感觉 純粹是这种感觉 其他都没有特别了 那你做完之后呢 他就会跟你说明天就会知道结果 那结果就会是传个SMS 告诉你你是阳性还是阴性的 之后 所有东西都搞定了 那他就会有个防疫包给你 那里面就有消毒泡沫 初试 口罩 和一些资料 那基本上已经是完成了 你就可以回家继续隔离了 那另外 他就会定时会查你 那你自己就定时在APP上量体温 基本上呢 隔离期间都没有什么特别大问题 那如果你真的有大问题的话呢 他都会有个热线 那你可以打电话给他 那有些人不懂韩文的话呢 那你都可以说英文 或者普通话 他都会有人帮到你的 那今次这段影片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都喜欢我这个分享 Bye 嗯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